东法兰克王国的崛起 查理曼大帝同时兼具国王和皇帝的头衔,令其继承问题尤为棘手 虽然王位可以分割,但皇帝的身份却只有一个 806年,他把自己的领土分别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但要求他们共同承担对教会的保护责任 810年,小儿子去世,次年,长子查理也杀手人寰 813年,查理大帝赤令在雅村的宫廷附属教堂举行仪式 撤封仅剩下的儿子,前臣者路易为父皇 查理大帝于814年去世 继任者前臣者路易于817年宣布 帝国与罗马教会一样,不得分割 他册分长子,罗泰尔为父皇 为了寻找神灵的指引,他下令连续三天进食祈祷 至于罗泰尔的两个弟弟,一个是批评 另一个是日尔曼人路易,分别册分为亲王 823年,路易的第二个妻子朱蒂斯生下了一个男孩 史称秃头查理 这位皇后身性贪婪 劝说丈夫推翻了817年的分分方案 改把帝国分为四个部分 分地缩水,令罗泰尔批平和日尔曼人路易怒火中烧 也令大多数贵族和主教身为不满 这三个儿子谁起兵反抗 由此点燃了四年内战的战火 前称者路易于840年郁闷而死 此前批平已经死 而洛泰尔继位后,两个弟弟拒绝服从 并于841年在封丹尼的会战中 令洛泰尔军队惨遭失败 直到贵族们厌倦了无休止的冲突 迫使罗泰尔、秃头查理和日尔曼人路易 于843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 兄弟们之间的冲突才告一段落 条约规定 罗泰尔获得北起北海、南至意大利 西起苏恩河和罗纳河 东到莱因河的法兰克中部地区 热尔曼人路易获得莱因河以东地区 而秃头查理获得帝国西部的地区 虽然洛泰尔曾继了皇位 但实际上对两个弟弟的王国却无统侠权 随着他在855年去世 他所管辖的中部地区分给了儿子们 王国经受了又一次分割 路易二世继任了皇帝 得到了意大利 查理获得了普罗旺斯和波根地的一部分 其他的地区则归了罗泰尔二世 包括法兰克王国首都亚村在内 这一片地区后来为纪念他而被称为洛林 普罗旺斯的查理去世后 他名下的那片土地被日尔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瓜分 在经历了上述几次分割后 帝国的版图已不在于法兰克王国相等 而只剩下了意大利 而在阿尔比斯山脉以北 秃头查理和热尔曼人路易各自管辖的地区 实际上是独立王国 但热尔曼人路易最小的一个儿子 查理三世 在其几个哥哥去死去后 恢复了王国的领土完整 至于西法兰克王国 后代子孙相继死去 只剩下了秃头查理的一个年纪又小的孙子 查理三世就是胖子查理 所以抓住机会扩展自己的王国疆土 881年 他被推为皇帝 由此恢复了查理曼帝国 而胖子查理 无力抵御来自斯坎迪纳维亚的野蛮入侵 因此于887年被废除 加洛林王国也被瓜分为五个公国 就是法兰克尼亚 萨克森 图林根 施瓦本 和巴伐利亚 其中只有东部的法兰克尼亚 还属于加洛林王室传人的名相 也就是胖子查理的外甥 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 其他几位国王篡位后 虽然名义上还尊奉阿努尔夫 但就其原因 并不是他们还认同 阿努尔夫对加洛林王朝 还保留多少敬意 而只是阿努尔夫在强迫他们这样做 作为加洛林王朝的君主 阿努尔夫几乎是最后一个 还投顶皇冠的人了 即使如此 帝国的统一性 却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阿努尔夫于896年加冕 三年后去世 接任者是海尔·路易 这时的帝国皇冠 已成为一顶空洞的象征物 只有一些不起眼的意大利贵族 还在为他争斗 而在阿尔比斯山脉以北 已没有什么人对这一毫无价值的头衔感兴趣 这时的欧洲陷入了贵族们相互竞争的内战中 并遭受外敌的多面入侵 在北方是来自北欧的维京人 是北欧海盗 在南方是阿拉伯人 在东方是匈牙利人 海尔·路易无力保护其臣民免于不幸的命运 部落头领们于是就把权力收到自己的手中 并为提升地位而彼此争斗 匈牙利人对摩拉维亚和萨克森大肆劫掠之后 907年在普雷斯堡打败了巴法利亚的卢布尔德 三年后又在奥克斯堡附近 对海尔·路易的军队进行了大肆的屠杀 命运多传的这位国王于911年去世 死因不祥 海尔·路易去世后 加洛林王国推举加洛林王族的天真汉查理 就是秃头查理的存孙 接替了王位 但是来因和以东的贵族们拒不接受 这些贵族利用持续多年的内战和边境的袭击战的机会 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控制了萨克森、巴法利亚和法兰克西尼亚 并推举并非来自加洛林家族的 新进成为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康拉德一世 担任新国王 康拉德决心把竞争对手全部消灭掉 但在918年死去而未能如愿 他的死因是因偶遇他在对巴法利亚的阿努尔夫的会战中受伤的 此后来自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的贵族们 在弗里茨拉尔集会 推举他们中间势力最强盛的萨克森的亨利为新王 亨利被称为不鸟者 他深知自己不能寄希望于教会的支持 因此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 拒绝接受美音子大主教的高利利 登上王位后 他立即左手驱使贵族们 遵风自己 并通过一项承认公国所保留权利的封建契约 把法兰克尼亚、萨克森、施瓦本、巴法利亚 以及流亡境外的洛林公国连接在一起 他意识到自己需要贵族们的忠诚 而自己对他们的影响力又颇为有限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允许各个公国自行其事 另一方面 他有决心维护这个新建立的东法兰克王国 不久之后 就是改称德意志王国的政治统一 使之不会因为自己的去世而崩溃 929年 他颁发造令 任命自己的次子奥托为唯一的国王 从而打破了法兰克人 由众多王子分享王位继承权的传统 转而建立了德意志王国单一继承人的制度 亨利通过谈判 维持了九年时间的休战状态 休战协定 是亨利与马扎尔人签订的 旗旨时间是924年至933年 马扎尔人是封兰乌格尔语系的游牧民族 从加洛林王朝起 就连年侵扰德意志地区 亨利利用这一喘息机会 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城堡 大力训练王国的骑兵 王国与斯拉夫人的边界位于亦北河 萨尔河和波西米亚森林一带 亨利越过边境发动了一系列战役 从斯拉夫人手中夺取了梅泽堡和麦森 并予以巩固作为前沿防御区域的依托 933年亨利撕毁了仅维系了六年的修战协定 发动了里亚德之战 面对实力占优的敌军 马扎尔人望风而逃 亨利随不战而胜 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名声大震 他本已准备前往罗马 接受帝国的皇冠 但是在936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